俄乌战争打了快两年了 现在回顾一下这两年 艺人总统泽连斯基上演的爱国主义 保卫民主 以及抗击大俄进攻这场英雄大戏的一些场景时 就会感觉这位英雄实质上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后 被美国和北约给忽悠了 导致其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 盲信了美国和欧洲人对乌克兰支援到底的誓言 从而把乌克兰带进了巨大灾难之中 泽连斯基被忽悠的根本原因是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唯利是图就是美西方 所以前些日子面对美国越来越冷淡的态度 在接受采访时苦涩地开玩笑说 希望让狗来管理世界 有些时候我是真的不理解人类 他这句话啥意思啊 无非是觉得狗比人忠诚 不会忽悠人和轻易背叛 说明斯基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被抛弃 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事实上2022年初就连我都看出来了 俄军一定会进攻乌克兰的 因为从2014年起 乌克兰军队从装备到战略战术 以及队伍训练都是由北约主导的 也就是说打了八年内战的乌克兰军队 实际上已经成为北约控制的军队 所以才能够在2021年以后 把俄族的顿巴斯武装打得节节败退 进入2022年后 如果俄罗斯不出手 估计俄族武装就会被全部歼灭 俄族人也许会被彻底赶出顿巴斯地区 那么之后乌克兰军队一定会乘胜 追击进攻克里米亚的 因此对俄罗斯来说 与乌克兰的战争是无法避免 早晚的事 因此从军事角度上看 顿巴斯被乌军攻下后 被动保护克里米亚 不如先拿下顿巴斯 便被动为主动 因此即使美国人已经挑明了 会制裁俄罗斯 把俄罗斯踢出Swift 但对俄罗斯来说 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领土更加重要 丢了顿巴斯的话 普大帝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结束 一世功绩也随之消失 甚至会成为俄罗斯的历史罪人 况且有核武器给垫底 胜算大于失败 作为普大帝一样的枭雄 选择开战实在是没什么可惊讶的 而且美国和北约 都已经知道了俄罗斯的意图 泽连斯基也一定知道 而且北约的大量军人 以及能熟练操作标枪反坦克系统 以及地对空导弹系统的 原北约退伍军人 也都进入了乌克兰 准备迎击俄军的装甲部队 和空军的进攻 所以乌克兰方面 才敢在俄军大兵压境的时候 继续增兵十万参加围剿顿巴斯 企图一举歼灭顿巴斯武装 这个动作明显是 故意刺激俄罗斯动手 估计背后是由北约军事顾问指挥的 泽连斯基即使知道风险很高 也无法阻止 因为泽连斯基本身 就是美国的傀儡而已 国家主权和安危的控制权 已经不在这位民选总统手里了 不仅如此 就在俄军进攻后两个月的时候 俄乌双方已经开始了 实质性的和平谈判 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没有把乌东地区 并入俄罗斯 但遗憾的是 被英国首相约翰逊忽悠 又被拜登及时送来的 40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所绑架 泽连斯基再次落进了美国人的圈套 彻底失去了通过妥协谈判 用放弃加入北约 来换回乌东土地的机会 今天眼看乌克兰军队胜利无望 让美国感觉继续支援乌克兰 不仅已经无力可图 而且还有可能偷击不成十把米 所以民主共和两党演戏给乌克兰人看 以民主的方式拒绝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没有了援助 乌克兰就反攻无望 甚至还有可能丢掉更多的土地 而泽连斯基也基本上完成了 他的一介傀儡的历史使命 名言又是乌克兰大选 这位著名演员将如何谢幕呢 最好的结局是自己下台 然后举家移民美国 这样很多内部秘密就不会乱讲 美国人也能放心 最不好的结局是被做掉 甚至还可以栽赃 是俄罗斯人所为 到底会是什么结局呢 应该是凶多吉少 都会遥较老公 自然之间的缘 是用美国人的缘 自己责任 才有名乌克兰 可是5人的缘 这位为